中国针对台湾设计的一个统战分化连环权 原来的设计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拜访中国 那行硕美中和解 美中的局势和缓 接下来呢 召见在台湾刚赢得地方选举的中国国民党 行硕中国在台湾具有民意的支持 那另外在台湾散播以美论 让台湾的内部从过去的中国威胁 变成倾向中国 进而推销他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一套统战连环权 从布林肯访中开始 到中国国民党应中国共产党应召而去 然后接下来把整个的统战工作 做得会非常的细腻 那没想到这一个统战连环权呢 变成了统战气球 统战鸡龟仔 统战鸡龟仔 连环炸 第一炸是没有想到中国的间谍气球 在美国被发现 被直播 被击落 不仅仅是让美中的关系 不仅没有和缓 反而因为中国的间谍行为 让美中关系更为紧张 这是气球的第一炸 然后另外呢 整个间谍气球的过程 透过直播 让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 侵犯他国主权 这一种麻烦制造者 中国威胁论具体呈现 不仅影响到中美关系 对台湾对世界民主国家来讲 都见证到了中国具体而实际的威胁 当中国间谍气球 这一炸炸掉了布林肯 访问中国的这件事情 所以让中国对台统战的连环权呢 第一个气球爆掉了 那接下来中国国民党 还是应中共的召唤 来到了中国访问 而这时候的效力 已经变成一个尴尬的闹剧 当全球对中国的间谍行为 大家踏伐的时候 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反而应北京的要求 到中国朝建 而且把台湾去主权化 把台湾变成台湾问题 甚至于推销一国两制 那把反台独里面的 中华民国维持现状跟台湾 都列在反对的项目 而这个时候 因为布林肯第一招 已经这个破局了 所以后面这个反而形成了 中国国民党 跟全球民主自由国家 对干的尴尬氛围 可以说一个气球 接着一个气球引爆 而在台湾散播的以美论 也因为中国的威胁 具体呈现之后 这一个以美论 也变成了笑话一折 所以中国对台湾的统战连环权 变成中国统战气球连环炸 当中国不尊重国际规范 当中国穷兵服务的 对周遭国家形成主权威胁的时候 这样的结果 我想这个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或者我们该讲 多行不义 必自毙